为了促进农村社区永续发展 鼓励青年参与农村事务 献赴于农村生活生产生态文化为基础 连结地方特色产业 打造品味蓝头品牌形象 经过近一年的培植 日前在中兴青情公园举办成果发表 即金牌农村竞赛颁奖典礼 先议员内选黄世芳也到场关心 并期盼得奖社区代表蓝头取得全国赛家机 第二次金牌农村 我们经过86个单位 来评选竞赛 其中就有11个单位 被列为优等的一个农村 那么在11个单位里面 我们在竞赛 在挑选有三个单位 获得金牌铜牌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一新社区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埔里的桃米社区 还有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蓝红社区 人类的蓝红社区三个单位 获得金牌铜牌 埔里桃米休闲农业区理事长黄信豪表示 此次也整合在地社区休闲农业区等 将整个桃米的生态生活等都展现出来 希望能够更加推广 这一次我们整个桃米所创造的一个新的亮点 是整合了我们在地的社区 休闲农业区 还有像我们的新顾向文教经济会 新南大学等等 我们把我们整个桃米生态村的生态 农业 生活 生产 全部都把它做出来 我们就是要透过这种多元的模式 把它给推展出来 先云内学表示 此次有众多社区前来参赛 而社区内有许多农产品 也希望借用选拔的方式 得奖的社区能够代表南投取得全国赛家基因 我们南投品味南投金牌农村的这个表扬大会 看到我们来自南投县有好多个社区参与 那么我们要选出我们的金牌银牌铜牌 来参与中央的一个全国竞赛 也展现出我们南投县社区文化的一个软实力 尤其在社区里面有很多的农特产品 透过我们的行硕包装创意 能够将我们的产品带入导入生活当中 也让我们的这个农村生活更充满着这个朝气跟活力 我想有底蕴的一个农村生活特色 才能够展现南投观光首都的一个魅力 所以今天是我们金牌农村的表扬 也许带着满满满的祝福 期盼我们这些代表南投县出去参与的这些社区 都能够得到好成绩 透过农村再生引导 鼓励下去农村参赛 共有86个农村参加 在第一阶段的书面审查 及第二阶段的现场访试侦查后 选出一金二银二童及六个优等社区 此外 为期两天的品味南投生活品课成果发表会 活动市集也同步登场 现场气氛热闹非凡 记者熊君南投采访报导 此外 好